文化審議員 資訊文化審議員 文化審議員 好 現在所有的黨團成員 都已經到我們的學商會場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 列席的各部會的代表 我們介紹財政部 我是依這個名字的先後順序 不是哪一個比較大比較小 財政部許部長 稅務署李署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朱主計長 還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顧主委 證券期貨局王局長 還有經濟部王常務次長 商業師服務專門委員 工業局楊護局長 中小企業處林科長 好 教育部高等教育師朱副司長 工民及學前教育署許副署長 法務部劉參事 有沒有沒有介紹到的各部會的代表 好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 今天的協商 今天最主要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在 研商行政院 含請審議 守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及 北院公民黨黨團 北院時代力量黨團 北院親民黨黨團 分別擬具 守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相關的事宜 這個是我們 第一個協商的議題 那今天還累了第二個 研商107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相關事宜 那麼 我們如果第一個案子 有順利進行 我們第二個案子 這個是國民黨黨團特別 也希望總預算案 能夠盡速通過 所以昨天有發一個函 就是給我這裡 要我盡速召開 我們把它列為第二案 那麼 我們現在 各黨團 要不要 我們就直接進入 守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 提案 然後我們 能不能徵求大家的意見 因為 因為我們守得稅法 總共有37條 37條 那 可能它有一些連動 我們 就先一條一條來 大家有共識 我們就讓它通過 那大家沒有共識 我們就一條一條重複來討論 這樣比較 我們先 我們先 就是從頭到尾 37條 先看 不必表示意見 這個有意見你就講 好保留 有意見就喊保留 這樣好不好 這樣子 我們的時間才會有效率 所以我們現在 就請 議事人員 來針對條文 我們需要看 看哪一本 這本 等一下 條文對照表 就是這個吧 這個大本的 大家看這個大本的 來 這個是我們 財委會 特別整理的 四個版本都有 就看這個 那我們就從 第一頁開始 第三條之一 這是要刪除 我們就從這個開始 總共有37條 我們先把保留 還是 統一通過 還是它跟哪一條有連結 要先暫保留 都 也請財委會也幫我們 還有我們的招委 這次招委是誰 那郭招委 也順便 沒中也知道 沒中也知道 就是說 有連動你們要講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頭開始 以 最快的時間吧 所以 第三條之一 行政院提案是刪除 國民黨黨團提案是刪除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是刪除 新民黨黨團的提案是刪除 所以這個是一致 那我們這一次應該讓它通過 這沒有一個有意見 好 好 這個就通過 第幾頁 好來 請翻開第四頁 第四頁是 綜合守得稅的免稅額 我看這一條就等一下的 要討論的部分 這個保留 十三月十四條 第幾頁 你用麥克風 拿麥克風 第幾頁 十三月十四條 這個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個大家有沒有意見 內容大概都一樣 都寫的都一樣 蛤 蛤 這個大概都一樣 咧 好 那就我們就通過 齁 來再來四帝 二十三 第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這個好像也都一樣咧 好來 沒關係來 文字上面 呃 時代亮這邊黨團版本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第 來第三 第三行 第三行 基政機關得報經財政部核准 依查的資料 按實際 這個我想就是 這個文字上的增加 增加一些文字 那這個財政部你覺得 增加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 自愛藍省還是覺得 如果有道理 那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 因為 跟主席高位委員先進 因為這個鼓勵平台很清楚很明確 所以基政機關就可以處理了 不需要報財政部 不需要報財政部 好 所以這個 沒有這個 這個核准的需要 對 不需要 因為我們說 按照報財政部 各個政機關 都要再 把 那個資料 全部再報 那個很多 那我們這個是不是 只有按 行政院的版本 好來 好來 沒關係 國民黨黨團這邊 有做怎麼修正 第二行 我們的不太一樣 我們29月那裡是 第二 第一項 後面 第一項的後面 對 因分配 按照 因分配或者因貨 配之鼓勵 那這個跟行政院版本 是不一樣的 那個行政院要不要說明一下 那個國民黨黨團 這邊的 講法 因為這個條文啊 不是只有因貨分配 因貨分配的鼓勵和音 因為按實力交易事實說 這比較廣 那不是只有按這個 按這個 來調整而已 就是說 行政院的版本 比較能夠行跨一切 對對對 那國民黨黨團這個條文 恐怕只是在 極限在 這兩個 這樣反而不好 所以我們照行政院的版本 好不好 因為這個都 好 那這個我們就照 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再來是38月的15條 38月的 38月15條 來 這是爭議條文 這是爭議條文 爭議條文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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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保留 第幾月 48月 48月 來 看48月 48月也保留 哦 這個是重工之重啦 而且這個是給 這個是給我們 人民 這個感受比較深的一條 來 再來是幾月 49月 來換到59月 59月大概都一樣啦 那這個我們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啦 然後再來 六十幾 六十幾 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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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條 啊這個 好像也都一樣啊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有 時代力量黨團 後面 沒關係 這個 那個時代力量 你這邊要不要講一下 我看這個只有你 跟大家的比較不一樣 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 來 其實這邊主要是跟那個 財團法人鼓勵所的這邊連動 所以我們這邊才會提合作社及其他法人組織 把這個 定義放進來 這樣 就是第二項的部分 不是 還有第二項 正列第二項這一塊 好 有前項 這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 好 有前項規定是鼓勵進額或盈餘進責者 其鼓勵就 一百萬之部分 好 超過一百萬 就百分之二十之稅率計算這個 我們是有一個一百萬的門檻在這邊 這個 所以這個有很大差別 有辦法 我會說明一下 好來 請那個 龍長兄說明 那個 我明兄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 依照目前現行的 在相關的公益慈善等等 這些團體裡面 五十萬以上 就要課稅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列一百萬的話 那其實是放寬 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這個是很清楚嗎 因為我們這邊是就鼓勵喔 等一下請財政部再說明 我要講 現況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光只是鼓勵的這個部分 超過一百萬 就必須要瞌睡 但是 就是說這裡面 基金會有大有小 直接講它服務的規模 那現在就是說 一律通通都是一百萬 對於小型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或許會太多 但是對於大型服務 就是說多的人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說太少 我們現在的規定 只要它的支出 是以它的支出來看 它的支出如果沒有達到 百分之六十 它的年度各項的收入 包括均款的收入 如果沒有達到百分之六十的話 都必須要就是說瞌睡 除非它達到一些除外的規定 那我知道財政部在這個部分的話 它有更進一步的限縮 它按照就是說收入的金額的 這一個部分的話 會做要求就是說 更高不同的比例 這個在1月12號面 1月12號的話 財政部等會 是不是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 已經在網站上面公告 那過了就是說公告期之後的話 它有一個辦法 就可以做相關的執行 那是不是那樣的情況裡面 應該會更周延 那個要不要請許部長 那個當然啊 我曉得 因為當初黃委員 在詞詢提到 他主要用意 是醫療型的財卵法人 但是他這種 這個條文限制的結果 就以105人來講 有617家的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全部受到限制 那課的稅呢 大概有228億之多 所以影響層面相當大 那這裡面呢 包括哪些 真正醫療財團法人才10家而已 那另外呢 影響政府籌售財團法人20家 農民團體有229家 另外宗教團體祭司工業22家 職工福利委員會62家 文化教育基金會119家 紀念慈戰基金會61家 所以影響成分相當大 那至於說 怕影響 怕這個 醫療財團法人呢 因此 剛才這個 我們王委員在提到 我們修正 怎麼修正什麼 教育文化風力慈戰機關 或團體美大手 適用標準 這已經預告了 那預告結束以後 會送行政院來核准 那這裡面呢 我們特別提到什麼呢 就是這些捐助的團體 譬如說我是一個基金會捐助了這個 我一個某一個企業捐助團體以後 他不能 這個基金會不能再回過頭來買他的股票 我們就舉這個 醫療財老人的長庚為例好了 那長庚基金會 結果 這些台售 台售捐助以後 他這個基金會 又來買他股票 所以將來在這裡面 限制他 另外呢 在他的這個 理監事的部分 我們應該限制 另外就是 剛才這個王委員所講的 將來支出比例 不只是60 我們按收入總額的比例 提高到70、80 所以說有種種限制 就能夠達到目的了 不過部長 你這邊講的都是一些規則 你們所定的行政規則 沒有 這個要修法 修法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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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在這邊處理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影響層面很大 剛才講的 有617家的 有617家的所有財產法人 都受影響 不是啦 剛才徐元講說 你講那個 能不能現在就處理 在這個法 就你剛才講那個 我們當然知道影響很多家 那是之前都沒有處理嘛 所以我們才會提這個修法 因為這些影響的是一些農民團體 職工福利委員會 對啦 那個 徐元問的意思說 你現在要公告 要修法 修法 就是要 那個標準 那個也是要有 就是行政命令嘛 那個是行政業核 核定的行政命令 對 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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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針對醫療的部分 齁 在那邊就可以處理 沒有 但是如果這邊 把這個 列下去 包括 有一些 宗教 然後 農業 團體 那恐怕會很麻煩 啊 我們沒有 只要處理醫療啊 對不對 喔 好 來來來來 這只是Case 呈現說 很不合理嘛 其實不是只有醫療這一塊啊 我當然知道 影響層面很大喔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邊提修法嘛 這個就是他們要的啦 不是 他前面部 這個就是他們要的 沒有 不是不是 當初 黃委員講的主要是 他舉個例子 就是醫療才能 對啦 可是不是就只處理醫療而已 不是這樣回事啊 這個 涉及到後遺症會 什麼樣 對啦 說明一下 你再說明一下 好來 是不是你未來只針對財團法人 不是啦 因為他現在用於是機關或團體 全部都在練 他現在 遺到所有稅法 第四條去修的話 這個 這個已經譽公告嘛 但是呢 他處理的 也不是只有 醫療的部分啦 他處理的 處理很多啦 但是 那 那 就 現在 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在四十二條 做這樣子的訂定 他其實會跟我們所得稅法 第四條 產生淨核的關係 第四條的話 是指他 所有的 就是說收入 那我們在四十二條裡面 單單針對 鼓勵的這個部分 那到時候的話 就是說 在這裡面哪一個 在同一個法裡面 不同條文的 就是說規定哪一個優先 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現在就是說 我們不管 就是說他的規模 服務的 就是說人數的多廣 我們不要管他基金 就是說這個單位的 就是說大小 那通通都用一百萬 去定死 那超過 鼓勵超過這個部分的 的話 全部通通都要 就是說課稅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對於服務多的 單位 就是說 在公益慈善 服務 等等這些 就是說服務單的 多的 就是說單位 來講的話 跟小的這個部分來講 他其實在課稅的標準 跟基礎上面 不公平 其實一百萬的的話 我們基本上面來看 大概就是兩個人的人事費 就是說大概在利索德裡面 只要超過兩個人的人事費的這個部分 通通要就是說做課稅 那在這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的 就是說限制 會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的 就是說基金會 它其實是由當初的捐助人 原始的就是說捐助人 捐出股票來成立的 那在這裡面的話 它所有基金會的 這個基金的運作服務等等 或者是它基本的 行政人士開銷 主要就是靠它的鼓勵所得 那現在就是說 那有一部分的 就是說基金會 它有其他的捐款 它的就是說基金 還有它服務經費的來源 是多元的 事實上就是說不太相同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針對鼓勵的這個部分 只有一百萬的就是說免稅 那跟實際的就是說狀況 就是說事實上是不吻合的 也會造成就是說 新的就是說問題 大概有相當的就是說 經費 它是不是能夠就是說 繼續的運作等等的話 那個就要看 我想那個就是財政部 所擔心跟疑慮的 好來 來 我有點不太清楚 第一個 我想這個規模的大小 應該不是我們在討論稅法 要去考慮的這個問題 應該有收入 就要繳稅 那我們現在就是討論 那如果我們現在 照剛才我們 這是次長 部長 是 我們請部長 喔 部長 那個剛才提的這個 方向跟可能處理的模式的話 我想要找問一下 那現在已經手頭 就已經有這些股票了 對 那你現在要做另外的規定說 他們不能買 但是他現在手上股票 你賣掉要怎麼課 那另外就是回來講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只有醫療的這個基金會 可能有這樣的問題嘛 我們也只是舉一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是證明說 有很多人藉由這一些 這種這個財團法人的機構來逃避 的這一個案例嘛 所以應該不是直接 針對一個案例 就是說那我今天就把這個 醫療的這個財團法人 用一個特別的方式來處理嘛 謝謝 好來請請 因為第四條的 第一項的第十三款 他是在講 就是說本來就是剛剛講 有所得叫納稅 那所以這沒有問題 在所得稅法裡面 那十三條有一個規範說 行政要定一個標準 在那個標準範圍之內 可以免除所得稅 免讓所得稅 所以如果在這裡 單獨對這個做規定的話 那就等於是 又跟第四條的規定有所 因為它是一個總的規定說 只要是屬於 教育文化工藝慈善團體 機關或團體 要再符合行政業規定的標準 這個範圍之內 才可以免納嘛 那如果不符合那個標準 就要納嘛 所以剛剛部長會解說 他們會定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說 資助跟所得要有一定的比例 再符合比例的範圍之內 才免納 不符合比例 那個部分還是做到納的 沒有什麼納多少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不適合在這一條裡面做規定 好來 方偉 你在下面第四十二條 就針對他們鼓勵所得的部分 既然已經採取了分離課稅 回到第四條的部分 當然就鼓勵所得以外的部分 就回到第四條處理 在法規有進合的時候 這樣的解釋本來就是當然的 第二個部分 就有關於財政部 他說要用行政命令那個方式去處理 財政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嘛 你們自己現在目前寄存的九原則 問題一堆啦 什麼時候真的那個九原則 能夠徹底的檢討 還是只是現在拿出來當作緩兵之計 我對於行政部門那個九原則的檢討 真的要能夠杜絕 像長庚 像亞東 這種大財團 透過醫療財團法人的方式 來規避租稅正義 我事實上是沒有抱什麼期待 要做你們早就可以做了啦 到今天都還沒有做 那第三個部分是 你回到 其實是回到第四條 你所適用的稅率 是適用什麼稅率 對嘛 他贏所稅的稅率是多少 對嘛 那所以你到四十二條的時候 我分離科稅用百分之二十來科 我根本沒有在你拼到啊 我是要確保可以科得到稅啦 我根本沒有在你拼到啦 你回到第四條 符合你那個要件以後 所以我剛剛就問嘛 你最後科的稅率是什麼 你還是用百分之二十來科啊 對啊所以你贊成在第四十二條的這個部分 把它加進去 然後讓那些大型的 財團法人的鼓勵的部分 能夠確保科得到稅 實現租稅的公平正義 這到底有什麼不好的 那至於說剛剛王委員 所指教的那個部分 我們知道 的確有一些比較小的 財團法人的部分 那為了避免對他們造成衝擊 所以我才列一百萬 那你不能說這一百萬 只能聘兩個人 那一個財團法人他本來 他的收入來源 基本上沒有在光靠鼓勵所得的啦 還有其他的捐贈啦 鼓勵只是其中的一個Profolio啦 對啊所以我才說嘛 就是一百萬的部分 就那個部分把它定下來 那個部分免 就是避免要去衝擊到 比較小型的財團法人的部分 那個概念並不是說 你大的 然後那個免稅額 因為服務的人 然後就要高 然後小的 然後所以要比較低 不是那樣子的概念啦 那個概念是說 為了要避免對於比較小的財團法人 他們的鼓勵所得 事實上 超過一百萬的部分 才要來加以科 就一百萬之內的 不要去處理它 然後避免對他們造成太大的衝擊 大家不要去想說這個條文好像很可怕 好像超過一百萬 超過一百萬 百分之百全部磕稅 沒有啊 稅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啊 你超過一百萬的部分 稅率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是超過一百萬的部分 全部都充公啊 那你就整個現在財團法人 大家看起來就是說 實際上面會受到這個條文 造成劇烈衝擊的啦 我們打開天窗說這樣的話 絕對不是那種小型的啦 是像長庚那種超大型的 才會受到這個條文的衝擊啊 我同意你的講法啊 那如果把這個百萬拉高 那些大型的還是會被刻到嘛 所以並沒有妨礙你的目的嘛 我們只是說 把百萬拉高避免 傷到那些只靠股票升息的那些工程 好啊那如果啦 大家覺得一百萬太低的話 認為多少適合 我覺得這個是在協商的時候 大家可以討論的 這個部長 您這邊要不要說 我想就是 剛才我們那個執法規啦 1月12號也預告了 1月12號也預告了 裡面 我們針對 剛才講的就是 他 說這部也預告了 第二個呢就是 假案一百萬的話 有六百 一百 根據一百零五年度的資料 鼓勵超過一百萬的 大概 機關團體有六百一十七家 六百一十七家 請教一下部長 母數是多少 不管母數多少 問題是 沒有 你不能夠跟我講說 不管母數多少 你今天如果 全國有上萬個財團法人 有上萬個財團法人 衝擊到六百二十一家 你必須要把母數說出來 社會大眾以及立法者 才會知道 這個條文衝擊到的 到底有誰嘛 那你就講一個六百多家 好像數字很多 你要把母數跟大家講啊 好 我們一百零五年度 申報件數是 三萬 三萬家左右 對啊 三萬家 然後影響到六百多家 這樣衝擊很大 然後問題這裡面 我報告一個席下 我跟黃委員做一個溝通好不好 好來 黃委員我想 一個概念 如果這一個單位 無論它是基金會 或者是什麼樣的 心態的公益慈善等等 就是這樣的組織 他不管從什麼來源 得到的 的進帳 就是說 作為經費的這個部分 無論是鼓勵所得 然後民眾的就是說捐款 或者是他有一部分 就是說實在營業的就是說所得 如果這個所得在年度裡面 它全部作為它的服務支出了 它全部都作為 或者是一定比例 作為就是說支出了 那那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會同意 就是說沒有關係嘛 因為他都做利他的服務 去照顧他原來設立的目的 跟宗旨所服務的 就是說對象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他應該沒有 他應該沒有 就是說 剩餘 因為他都 照他的設立目的去做了服務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看他的 就是說那個結果 但是如果今天 照我們實在地上黨團 所提的這個提案的話 就會是不管他做了多少 在100萬以上的鼓勵所得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一定要就是說做科稅 我這邊有就是說 國稅局也在過去五年 從100年到104年的統計 一共申報件數 一共有14萬4千多筆 每一年大概就是說在2萬9千筆 就是說左右 年度就是說不同 那在裡面科稅所得額 是小於等於0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共在13萬4千多筆 然後大於等於0的這個部分的話 大於0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6361筆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說 你剛剛問的就是說 得的比例 它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從過去五年加總的情況跟結果 那現在裡面的話 它極有可能的一個情況 會是如果就是說這個部分的話 它鼓勵所得超過100萬 然後要科稅 但是它事實上就是說 它的年度的收入 事實上已經做服務出去了的話 這個稅金有可能的話 會是從其他的來源 就從民眾的就是說捐款 這個基金會其他的所得裡面 來做的就是說繳納 我覺得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應該要謹慎的思考 好來 李委員 這個我從這個王國昌這邊的質詢 然後包括部長還有包括王委員這邊的回答 我講真的我也聽不懂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某一個程度還蠻合理的 那你如何來杜絕這個方向 來遏止光一個行政命令 是不是能夠做它的完整性 剛剛部長的解釋 當然也有它的存疑性 而且行政命令的針對性是怎麼樣子 那如何去一致性 這也應該是要的 就像剛剛各位舉的 本來長庚說你要去用它的該有的既有的再去買股票 這本來就是不行的事情 這也本來就應該要停止的 據我所了解長庚內部也對這個也蠻反感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他們也想要停下來 那可是這也不是一個針對性的 這也不是一個針對性 不是一個針對性的話 就應該是要有一個全面性的 這個全面性的話 其實應該是如何在法的一個完整性下 能夠大家都可以覺得合理性 我覺得應該是要 說的應該更清楚嘛 我表達一下 教育文化及公益慈善機關跟團體 他如果這個是一個財團法人的話 他得到捐款 本來他就是捐款人就有一定的免稅額度 那那個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鼓勵這一些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的這一些 這一些法人團體 這一些財團法人 可以把他的錢獲得捐贈的錢 去用在這個公益的這個宗旨的目的上 那你想想看 這個是衍生出來 就以長庚那個為例 長庚他過去因為 或捐贈的是股票 或是怎麼樣 他有一些銀利事業的股票 這一些東西還會再生之息 所以有這個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可是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捐過來的是現金的話 我們怎麼處理呢 不是用鼓勵過來 是別人捐現金進來的話 如果花在榮章剛剛講的 就是花在這個公益為目標的 是不是要先減除之後 有剩餘才考慮要不要割稅 在這個財端法人那一部分 事實上是現在是這樣子規定 那所以榮章的意思跟這個時代力量的意思 並沒有完全的衝突性 榮章意思是說這裡面是要去考量到他錢 譬如說他今天獲得五千萬 假設他花了四千八百萬 在設立目的的這個公益市值上面 他近剩於是兩百萬的時候 你針對那兩百萬來給他課 他榮章是不會有意見 那現在是因為實在是認為說 不我是從你獲得的總額 超過一百萬的部分 我就要給你課20%的稅 你們的衝突性 其實並沒有在同一個平面上 也有調和的機會 大家來談一下 我覺得回到這個條文的宗旨這樣講 應該是不是會比較清楚一點 榮章兄講的那個概念 我完全都了解 你如果是在一個完美執行的狀態的話 採用你那樣子的規範方式 我今天就不會提這個案子 今天會提這個案子就是 我們在執行層面上面 根本不是如同榮章兄 所講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才說嘛 行政院他們之前提的那個九原則 如果可以調整 去矯正在執行面上面的問題 他們要做 早點做 我都 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你即使是今天在行政院那個 調了完了以後 你在執行面上面的具體成效 是不是能夠杜絕 現在大家深惡痛絕的 租稅不公平 透過財團法人的方式 來規避賦稅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老實跟榮章兄報告 我有一個超級大問號 我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現在的行政命令執行下去 就很糟糕 就很糟糕 要不然我們不會面對 我們現在在面對的問題 您假設的狀況是 財政部這一邊 他那個九原則改革了以後 這個狀況就會消滅掉 那我現在要跟榮章兄報告的事情是 我沒有那個信心 我沒有那個信心 所以我剛剛才推到底嘛 我所謂的推到底是說 那你反正最後 如果要用第四條納進去科的話 你還是用盈利事業所得稅的稅率 一樣是20%啊 我現在只是在分離科稅的時候 我就先科20% 我確保那個稅 我可以把它拿得到 那至於您剛剛所講的說 你說啊 在衝擊層面上 郭正亮委員所講的說 100萬是不是太少 然後不要去衝擊那麼多 稍微再提高一點 提高到150萬 提高到200萬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 如果今天大家討論的方式是說 我們就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的話 那這樣子的規範方式 我必須要還是很誠實的跟大家報告 從諸稅正義實踐 在社會上面實際的觀點來講 這樣子的規範方式 我們沒有辦法同意 這個 好 我覺得那個觀點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這個 不是一個盈利事業嘛 他是一個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一般的人去捐他都可以免稅了 結果這個財團法人 你本身對於他的這個收入 然後 因為大家捐的時候 不一定都是每次都是捐現金嘛 我可能捐你其他東西 讓那個東西有 有知息嘛對不對 各種的捐贈方法不一樣 那人家在捐贈你都讓他免稅了 你卻對這個知息要預先再給他課20% 你就把他當作是一個盈利事業這樣在看待啊 那事實上他的本質不是一個盈利事業 他的本質是要社會 我國家為什麼要一個法律來容許財團法人 一部分 可以捐助可以免 可以反而是捐款人可以免稅 是為了要扶植這樣的機構嘛 那 我是覺得 史萊利那朋友不要每次都把 你個人認為的法令不周全 然後跟執行周不周全扣在一起 法律的規定 法律的規定 他的合不合理性 跟你有這個合理性之後的執行 沒有達到效果 那是應該要追蹤執行機關 也沒有好好執行的問題嘛 我覺得你又說因為 行政機關每次我們法律定得很好之後 定得很好之後 他的執行都不夠完備 所以要回過頭來又要把法律弄得很嚴苛 我覺得這樣子 我是比較不贊成這樣的理念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基本上 現在有分歧了嘛 如果照這個公益為目的 因為是主管機關決定 他到底這個是不是有照那個目的用嘛 百分之六十的時候是怎麼樣處理 百分之七十的時候怎麼樣處理 百分之八十的時候怎麼樣處理 這個基本上已經有分級距了 那 現在在談的不是說我事先 好像我這個營利事業 我們事先要給你免多少稅金 不是這樣 而是你 現在你要注意 抬頭的時候這個目標的對象 是財團法人耶 而且是以教育 以文化 以公益 以慈善機關 這個為目的的團體 這個一般的人 像我 我舉個例子 我在捐家福中心 我捐給家福中心 我的捐款就可以 本身就可以從我個人的所得裡面扣掉了 他還鼓勵我啊 結果如果我捐給家福中心是股票 股票的支揮要從家福中心 要先給他扣百分之二十的稅起來 然後剩下再給家福中心用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有道理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這個大家再討論一下 像這樣子 這個的增值點就在於 before and after 先考先後考 如果看到財政部最近公告一個標準 已經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如果洪委員不滿意 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就是你收到的錢要全部花掉 你沒有花掉我就扣你了 就扣百分之二十 假如啦 我說假如 如果百分之八十再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大概你要的東西都要到了啦 就是等於說我們確保他收到的錢 真的用在公益花掉 而不是說來了 我要做什麼事情利用 所以就是那個cap的問題 cap你低得多高了 現在財政部是 我剛剛前幾天看到一個公告 要低到百分之八十 低到百分之八十 其實跟你的眼睛非常接近的 它是opt的概念 就是我鼓勵捐了一百塊 我花掉八十一塊 那這樣我不用交稅 但是我如果花七十塊 剩三十塊 三十塊對不起就課稅 它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你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你是一進來就先課稅 那一樣都課得到 一樣都課得到 只是如果擔心 如果擔心的話 我倒覺得可以把財政部現在的一些做法 把它變成入法 變成法 法律案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的 就嚴格執行的 現在因為是行政命令 所以大家覺得不放心執行不夠好 我想是一個before after的概念 好來 黃委員之後 我們請部長再回應一下 我簡單講 就是 鎖的稅法第四條 它現在的規範架構 是現在就有的 你回到各個財團法人的主管機關 在處理他們的財報的時候 什麼時候這個主管機關 曾經認真去審核過 是跟設立目的 有關係的 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根本沒有在inforce 那你說現在沒有inforce 那我們未來 會好好的去inforce它 對不起啊 我現在就是對這件事情 打上一個超級大問號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他們在真正的執行面的時候 集合的能力 會有那麼的高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現在並不是要完全否認它的公益性 我現在只有針對一個部分 而那個部分就是 現在在實務上面 產生最大的漏洞 變成大型的財團法人 他們漏稅的一個非常大的洞 我希望把那個洞補起來 同時在補這個洞的同時 對於我們一般 正常在運作的財團法人 不會造成什麼樣子 太大的衝擊或者是影響 我再強調一次啊 一百萬以上的 只是要磕一個百分之二十的分離磕水 不是一百萬以上的鼓勵全部沒入 沒有這樣子 沒有採取這樣子的規範狀態 那當然啦 就這樣子的一種規範模式 我覺得是以現在目前台灣 不管從主管機關 他們在針對財團法人財報核實 執行實際上面的狀況 或者是從租稅公平的落實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 好像一個超級嚴苛的條款 它最多也就是回到 你本來在第四條納路 沒有算的部分的時候 你把它算到營利事業所得稅 它還是要算營利事業所得稅 還是用適用相同的稅率 現在我們這樣子的設計 只是希望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確保這個稅可以收到 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那我老實講啊 你真的去算 因此而受到衝擊的財團法人 在這麼多財團法人當中 就那麼一點點 就那麼幾家 那那個正是什麼 那個正是這一次 我們時代力量黨團提這次修法 想要把它補起來的漏洞 問一下部長這邊 你剛才講 100萬門檻的話 是3萬多家有鼓勵的 只佔600嗎 2%嗎 2% 那你如果150萬呢 6萬多家 6萬多家 17家超過100萬 那在617家裡面呢 我先報告最多的農民團體 229家 農民團體 再過來是文化教育基金會 119家 這是第二多的 第三多是紀念慈善基金會 61家 還有一個職工福利委員會 62家 所以這個面呢 其實相當廣的 另外我 就是 那個隨著那個 吳委員講的 今天我們民眾 捐給這個基金會 可能捐現金 那現金呢 我就存在銀行升利息 另外一種 那就即使一百萬一千萬 你都不用繳稅 可能不用繳稅 那我現在捐給你股票 或捐現金我去買股票 結果有鼓勵啦 結果一百萬就要被課稅 所以這兩個 我 我 我拿到的現金的方式 產生的 來源 竟有不同的待遇 所以說在公平上 也不盡公平 為什麼 你利息收入 完全免稅 其實一千萬也免稅 來請李委員 這個 我想 有部分 我從這樣坦白來講 這個我比較外行 可是聽了一聽 又有點說服我 這個會有幾個 幾個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財團法人的公益基金 它是不是真正 現在其實它的 歸宗就是 它真正有沒有在做公益 大家在擔心的是 這些錢你真正有沒有花在社會上 有沒有用在社會上 大家 大家現在存疑的是這個 那現在存疑的是這個的時候 我們針對 我們現在在談稅 可是對這些的財團法人 這些基金會 我們積合的標準的嚴苛性 應該是 兩邊都要共取 要不然的話 這個一下去的話 以後這些實際上團體 沒有人要捐錢 剛剛吳秉淚的說法 我還蠻可以接受的 我補充一下 沒關係 我跟這個有關 有沒有花在那個道口上 是主管機關來認定 不是稅捐機關 所以我在講的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討論的就是說 這邊是談稅的 那主管機關的監督的認定說 這些社會大眾善心人士捐去的錢 那是不是他有沒有好好的用在工藝上的一個 積合的標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逃避 你這麼龐大的一個財團 我就弄了一個財團法人 然後我用這一邊去往這邊走 就是避稅 這是一種逃避的 其實這個整個的方向就是在於積合 那我們的積合的機制 這個現在我們現在在講的 其實它的應該是這個問題吧 如果聽得沒錯的話 如果這個不去把它釐清清楚 處理清楚的話 我們今天點到這補到買了 到最後的話 大財團的話 該檢查該嚴苛的我都覺得OK 可是如果影響到這些弱勢的基金會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思考 我們就必須要去思考 好 黑雷在江委員講話之前 我看這個條文 稍微 第一個是 鼓勵進額 鼓勵進額就是 鼓勵所得嘛 或 雲餘進額 就是捐款我沒有發完的 是這樣的意思吧 他這個鼓勵是在當下就 我知道那個 我現在講的是 盈餘進額是什麼意思 出了幾 對 好 盈餘進額 所以是 對 超過一百萬那是很容易 很容易 這要小心 而且 而且 而且有一點喔 今年搞不好 會有盈餘 明年搞不好是不夠的 你要累積讓他 搞不好明年可以用 對 你們想一下喔 我覺得財政部要提供的齁 不只是說 如果一百萬以上的 會有六百多家 而且他的分佈是什麼樣子 齁 對 你可能最近五年 這六百多家 齁 我們所涉及的部分 他那個金額分佈是什麼樣子 你有剛才那年有盈餘 明年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 部長這邊 我覺得就是說 你可能要提供 近五年 這六百多家 可能會被影響到的 他的這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雖然講一百萬 可不可以有些家是 數目是非常高的 好來 那個請 顧主委來 顧主委 顧主委 我稍微補充兩點齁 第一點就是說 剛剛許部長也講了 捐股票以後就要被科20 但是捐現金呢 放在這個銀行生息 不用被科 那他 但他都要同樣是 一種是實務捐贈 一個是現金捐贈 以捐贈的種類來去區分 要不要科稅 這件事情 在我看起來有點 邏輯上不太合理 那本來的設計 他是從他 假定他是個公益團體 然後從支出面 支出有沒有到達一定的比例 然後來決定要不要科稅 這本來是第四條的原則 所以現在 如果加進這一條 就會變成以他所得的種類來決定 要不要 在一開始就對他科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 許部長有提到的一些 就是說 這六百多家也好 那事實上我也必須要講 我們金管會所 挾的很多的這些周邊單位 他事實上是 財團法人 但他事實上是 比如說我們的汽車事故的特別補償基金 他就是會擁有鼓勵所得 那他 那 當然還有很多 我剛剛看到有國家文化基金會 就是那個叫什麼 國益 國益基金 國益基金 那他也有相當的鼓勵所得 那 本來按照過去是按第四條 來看他支出的情況 來決定要不要科稅 那現在以後就會變成說 有一部分的所得 是按按照這一條的話 變成要科 要先科百分之二十 不管他有沒有支出 所以這個會變成 好像 以後邏輯上好像有一點不太一致 這樣子 好來 大衛 我是建議 這個黃委員他們這一邊 如果你覺得 你不信任主管機關 一定要在 要在before來課的話 不要寫鼓勵啦 要就是全部 鼓勵現金通放進來 就是你就前面 捐進來先科一筆 就分立科稅 科百分之二十 這樣 你要是這樣子 不然你鼓勵喔 你鼓勵會流浪 我說你鼓勵會流浪 這就是第四條 授權訂定辦法的精神嗎 他是看他總的 就是說支出 剩餘的這一個部分 剩餘的這個部分的話 不管的來源是哪裡 那然後 如果他的剩餘超過規定的這個部分 就全部通通都要科稅 他不只看鼓勵 鼓勵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現在也是這樣子 他現在就是不放心說 現在是60%嗎 之後會定就是70% 80% 現在80% 就定了80% 好現在 請 就是之後預告完了 請江委員 江委員來 江永昌委員 我要請教一下 如果 時代力量是基於 這個 房幣也好 儲幣也好 我想 財政部都有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 會做這樣的配合 但是這一條是42條 42條第一項 他講的是公司合作社 其他法人 一些 投資 這是一個投資 所獲得的一個鼓勵跟盈餘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條文當中 去寫到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那 我不曉得 今天這個第二項寫在這裡 是依全項之規定 所獲得的鼓勵跟盈餘 也就是說 如果 這個團體 他獲得的是 人家贈餘的股票 所得到的鼓勵 那就不管了 你就不用給他百萬以上要科稅了 還是說 這個是 他 受到人家現金的捐贈 再用這個現金或資產去買股票 這樣叫投資 所得到的鼓勵 才要受到 時代量黨團你們提的這個案 所科以這個 一百萬以上要科的一個鼓勵 這兩個 顯然放在這個條文當中 讀起來 好像 就正宇所得跟投資所得不一樣 因為這條裡面顯示投資 但是大家可以看法 另外我是說 假如 他是獲得正宇的股票 所衍生出來的鼓勵或盈餘 那 我想其實 財政部對於總額最後怎麼樣支出 能不能符合相關免稅的規定 已經有60% 70% 80% 在我們的免稅的標準裡面 會去規範 更何況是 如果我今天獲得的是現金的一個捐贈 我再拿這個現金捐贈去買 捐贈者的一個股票 那更沒有辦法達到目的也不合 然後那個支出的標準也不合 一定到時候能夠在規範當中有沒有 去去除這些弊端 而能夠向他們課增到稅額 以示公平正義 所以我會在這邊提出 好 謝謝 其實42條在處理這個事情很怪 你看他主題 主持是公司 和社會其他法人 那你把財團法人 他有公益性更高了 你把它拉出來 特別處理 這很怪 那你講公司 公司有沒有 還有這個 國產委員講的那些弊端 有啊 有一些個人投資公司 老闆用投資公司去轉投資的部分 那有弊端啊 那你說齁 那你特別這42條 你就把這些 把這些財團法拉出來處理 第一個很怪 這第一點 第二個 以後變成他的來源不一樣 剛剛有幾位先進講了 所得不用 那現金不用 那投資所得要 我覺得在租稅的理論上面都很奇怪了 那可能請財政部講清楚啊 這個這樣子啦 世代力量黨團提出這個案子 的目的是有一些 幣 就是 有一些黃幣啦 那麼 這樣適不適合在這一條 應該在哪裡來規範 還是定在哪裡 我們請財政部 你 拿回去 趕快 整理一下 是在這裡 陳述 這樣的陳述方式 會不會損及其他的 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 機關 等團體的 未來的財務的 一個運作 對啦 我知道 所以 你也 但是他的精神 應該在哪裡 你剛才有講 有一個標準嘛 行政兵力有發布 那 如果進一步的 適不適合在法律上 更明確化 那 這個你們 思考 我們這條就先保留啦 好 來請 國昌再換 吳委 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相關的討論 不是今天才提出來 相關的討論 不管是論文 實際上面針對主管機關目前執行的效果 相關的討論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漢牛衝動 非常的多 這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 這也不是一個新的議題 那第二個部分 非常感謝院長的才是 是不是可以請財政部 針對他們所統計出來 鼓勵超過100萬的機關團體 不是給大家一個這麼粗的數字 你把他的distribution畫出來 給大家看 大家才會知道實際的狀況 譬如說 我剛剛算了一下平均數 就是超過100萬的 平均最高的 平均最高的 就是醫療財團法人 他的平均 我先不講 好像某一家特定 好像在針對他 這樣也不公平 這10家平均是12億 12億喔 12億顆20% 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都可以算 那很多大家都關心的 譬如說什麼 一些弱勢啦 宗教團體啦 大概都是300多萬到400多萬 另外排名第二名的 平均起來的是政治團體 我看了嚇一跳 政治團體只有兩家 只有兩家 他們每年的鼓勵所得是4億多 這兩家政治團體是 是哪裡啊 我我我我 我怎麼不知道政治團體可以 持有股票光鼓勵喔 一年4億多耶 哇真的嚇死了 對啊 然後他們在做的都是公益 然後都跟設立目的有關係 然後半毛錢的稅都不用課 不好意思啦 我真是 好啦 好啦 沒有啦 這是主管機關下來 政治團體兩家嘛 啊他們 鼓勵每年是9億7千萬嘛 啊平均一家是4億多嘛 所以這個 都不用繳稅 來 來 來 那個 提供 提供資料 我沒有意見啦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 對於 財團法人 他剛剛講的有一些可能是社團法人 我不知道啦 財導法人 應該要在財團法人法裡面 這個經費的使用的規範 然後怎麼去科 是比較正本經緣 你定在所得稅法裡面是 其實跟體力上面是有一些漢格 所以我剛才 才請財政部嘛 想一下應該 時代力量剛才講的這一些精神 那 不損及啦 一般教育文化公務慈善機關 像那個五六百萬盈餘 你要跟他課 百分之二十一點道理都沒有啦 因為他搞不好 下一年度他的 他的捐贈減少 他必須靠這個盈餘來處理 你扣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 幾十億幾十億的在 這個鼓勵在 在那邊 就在那邊運用啦 也有一點不符合公平正義啦 所以 應該列在哪裡 剛才吳委員特別提到 守得稅法 這一塊不要再守得稅法 但應該列在哪裡 還是怎麼處理 那那個曲線是怎麼樣 這幾年度 你們 拿回去 不 你們現在就趕快 你 部長 你可以先說明一下 然後 現在就可以 最好是等一下 我們 所有在進行 保留事件討論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出來 這樣比較有說服力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一條先保留 店長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 實際上要先同意 我們在四段一條這裡面掛進去 另外要怎麼規範 這樣好不好 那個再去規範 就是 那四段要講公司嘛 沒有啦 沒有啦 先讓他 先 之後 他要 他要退 他 他 不 就是說 時光 時代力量的精神 他要求的能夠達到 那要在哪裡 是最 最能夠 符合法律的 訂定的一些 程序跟規範 你有收服力 我想時代力量的目的就達到了 要不要在這裡 我們先保留啦 好 來 好 沒有啦 那個齁 我們把它放在四十二條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不是我們獨創的 因為你本來 教育 文化 公益 慈善 或團體 有前項規定的 鼓勵進額或 營額盡於 不紀錄所得稅科爾 他自己本來就放在四十二條 只是這一次財政部他處理的方法 是把四十二條的第二項 把它給刪了嘛 我 部長我應該沒有說錯吧 對啊 你自己本來就把它放在四十二條 不是我天外突來飛來一筆 把它放在四十 對嘛 好 現在請部長你說明啦 好 那這一條我們就先報了 但是你說明之後我們就先報了 院長才覺得我們不反對啦 就是說 如果財政部覺得說 也可以處理這個 有什麼對案 也可以提出來 沒有啦 我們那時候會放在四十二 就跟國長講 你之前談他們免稅是在這裡 對 院長對不對 那誰要思考剛才 不比那個委員所談的那些問題 好 一定要熟通了吧 好 在部長說明之前的話 我想再跟時代力量的朋友 做一些溝通 就是說那個精神 我們對於就是說 有少數的財團 玩法弄拳 導致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想我們都一樣生無痛絕 好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過去長期 就是說有相關的討論 只是就是說今天 他們的就是 因為有部分的團體內訓之後的話 大家更關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在這裡面就是說 財政部當然可以再做分析 但是 團體的數量的多寡 跟金額的多寡 跟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的鼓勵所得 一百萬以上 通通都瞌睡 合不合理 應該是兩件事情 就是說這裡面沒有相關的 就是說如果團體 這樣的團體數多 那然後金額大就剋 或者是少 然後小 我們就不剋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吳毅剛剛在講的是 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不是今天我們把這條定下去了之後 類似所謂長根的事情就解決了 它要回到財團法人法裡面 來做就是說相關的處理 它要有很多的配套 其實過去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沒有負起責任 這裡面如果我想我在 明天要協商的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裡面 有一個主決議就在講這個 這裡面就是說 美國其實它過去也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後來它的法人 財團法人是跟財政部做登記 它有一個IRSS501C的方式 跟辦法 就是美國內地稅法對於非營利組織 就是採用分類分幾次用不同租稅的規定 那我有提主決議應該從這個部分來做分析 其實財團法人如此 國昌兄會很清楚 我們的公益信託的問題更嚴重 比這一個問題在討論無稅 然後在公益的情況裡面更嚴重 那我誠懇的希望就是說 我們可以一起 我想各黨都一樣 我們一起來面對跟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真的就是說 不要在這裡面 就是說放這樣子的內容 如果就是說我們的策略目的是為了 第一 大家各黨團正視這個問題 我想已經達到了 就是說在這裡面放這樣子的情況 我不是只要正視 對 就是說單單只是在這裡面放這樣子的 就是說問題 那會殃及無辜啊 那會殃及無辜 對就是說它一定會拿到錢嘛 規定要收稅 它一定會拿到錢 但是這樣子的就是說錢 拿得合不合理 應不應當 然後會不會誤殺無辜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應該要誠實面對的 否則拿到了這個錢的話 有更多的問題跟後遺症 那絕對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希望就是說那些公益的 就是說單位玩法弄權的 就是說財團能夠一槍斃命 但是就是說那個散彈 不能擴及到無辜的人 好 我講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我先聲明 剛才講說有兩家真的團體 我在聲明 我是民進黨才會做最久的 絕對不是民進黨 啊你趕快公布一下 這個很奇怪啊 那 就 他不能講 不是啦 他不能講 兩家合起來9億 搞不好有一家比較多 一家比較少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財團法人 這個如果是政黨 然後不是財團法人 他是為了打擊哪一部分 但是要不要推到極致 把這個立法力 應該在什麼地方放 不知道 吳秉樂委員剛才講的 這個 資産目的 教育目的等等 那這個POG性的影響 但是現在立法院 我們上這個會期 剛剛通過政黨法 那因為 政黨通過以後 政黨就拉出來 所以人民團體法 現在要廢止 要重修 那社團法人法 社團法人法已經進入草委學章 那消費期 還會送來什麼 職業法人法 職業法人法 那還有財團法 所以這整個要整個 一起來看大很多事情 我們希望說 這個東西 你立法目的是怎樣 我們都很清楚 那是剛剛來顧主委所談的 底下的作品單位都會丟掉 所以這個我們 還有這幾個法案的相關利益 那到底怎麼要處理這個 大家想一下好不好 那如何 那現在財務部 根據所設的第四條 也要 也公告 你知道你們第二條 有想清楚 已經分級了嗎 那這些都是值得 一併來看待 好不好 好 這個 就這樣子啦 那部長 你要不要再回應一下 我想 當初 我們那個42條 第二項 是教育公共 主要是配合 兩稅合一的 所以說現在兩稅合一 我們已經拿掉了 所以才把它刪除掉 不是這個原因 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 這個 黃委員所講的 我們 也在1月12號 預告 所講的就是說 這些團體啊 我不能買 主要捐證的 關於企業的 發行的股票 在公司上 所以這個也有限制的 另外 支出的部分 原來是60 我們現在提高到70 80來限制 而且呢 他擔任董監事 捐證以後 擔任董監事 也有一定比例的限制 所以這些 好 這個 這個 大概 大家 談論了這一段時間 目的是什麼 財政部應該很清楚 我們不能 湊殺無辜 但是也不能縱容 玩弄 這個 在那裡 就是不 他該繳稅而 逃漏稅啦 這一點的目的 這一點的目的 那 剛才 徐永明也特別提到 好 如果一百萬 的部分 也可以檢討 到底 好 三百萬五百萬 這樣子 有幾家 也可以做分級啦 看看是怎麼樣 你們都分析啦 那應該定在哪裡 會比較好 那 還是說 定了 要怎麼執行 也要 我們 我們 後續第二輪 在討論的時候 希望你們能夠做一些說明 這一條先保留 來 再下來 第幾頁 下來是 從 69頁到 83頁 那個全部都會除 69頁 我們看69頁 好 69頁到83頁 總共有幾條 就是有 從 第五頁 一直到 第 66條 66條 至八 66條 至八 這個都刪除 好像各版本都是一樣啦 齁 那這個我們就 照行政院的版本就刪除啦 齁 這有沒有意見 齁 沒有意見我們就 這個就全部刪除 齁 69頁 齁 然後再來 第幾頁 85頁 來 我們 我們就通過啦 通過啦 通過行政版本 來 就是那個啊 刪除 這個每一個黨團都一樣 每一個黨團都一樣 齁 每一個黨團都一樣的 我們就 都沒有意見啦 齁 再來 好 好 副主委 來 再來 第幾頁 八十五頁 六十六頁 69條 這個呢 保留意義的問題啊 5% 10% 保留下來好了 這個要讓實在量說明一下 如果他可以接受 其他黨團的意見 他厲害的話就馬上把它說服 齁 那個 那個 要不要說明一下 就是 大概 這算生死期的法案 這五條啦 八十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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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自107年度起 盈利失業當年度之盈與 為作分配者 應就該 分配盈與以 價增5%的盈利失業所得稅 這個 這個還有那個外資 親民黨 國民黨 行政院 都是一樣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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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這兩個都是 這個 這個 他是維持現行條紋 他是維持現行條紋 啊 蛤 怎麼樣 我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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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榮無章兄跟我們的看法一樣,所以我請他去發言 我等一下講,看看你能不能聽得下去,好不好 這個齁 這個是盛者序的法案,等一下大家好好發言沒有關係 好啦,這個先保留 因為還有牽涉到一個外資的那個 85頁的第69條之9保留 66條之9,再來呢 幾頁,第幾頁 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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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條,啊這個有什麼不同,都一樣吧 都一樣吧 有沒有哪裡不一樣的 蛤 親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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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要不要那個才會說明一下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你們要整理啊,在哪裡不一樣 71條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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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主要是那個啦 鼓勵所得他本來是有A案跟B案 對啊 我們的版本的話只有A案而已 所以71條的用紙也是 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親民黨團的架構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那是定額免稅嘛 對對對 我們把B案 我們覺得不需要B案 把B案拿掉 只有單純一個A案而已 鼓勵所得 所以71條跟第15條是有連動啦 對對對 剛才第15條我們是保留嘛 免稅和過底稅和不一樣嘛 剛才我們第15條是保留嘛 對啊對啊 所以這一條就保留啦 因為15條 15條如果是有AB兩案的話 那我們這個案就沒有了 好 那如果15條是採用我們只有A案的話 那這一條就出現了 對啦 齁好 那這先保留 這個跟15條連動啦 好 71條我們先保留 因為這個跟15條是連動 齁再來 112月 73條之二 這是刪除 這是刪除 這些都刪除了 這些都刪除了 好 那 73條之二 我們就 就有共識刪除啦 就通過啦 通過刪除 第幾頁 117月 第75條 這個 時代力量好像沒有提版本 還是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好 那這樣子 其他的有沒有一樣 大概 他們 就是 親民黨 國民黨 跟行政院提案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在哪裡 大概 你在那邊說明啦 你就練第幾頁 讓大家聽得到 什麼地方有不一樣 好 你們 好 來 來 你們 好 來 相遺之處在哪裡 因為這樣比較好整合 好 這一條主要是 國民黨團的版本 就是在第三項 118頁這邊 因為我們院版的版本 是加了就是一個 有限合夥組織的部分 我們也把他納進來 是屬於 如果他有清算分配的時候 應該要納入可稅的範圍 那這個部分 親民黨團的版本 是跟我們一樣的 那這個部分 可能是國民黨團 當時也 也許沒有考慮到 這個有限合國組織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 其他部分都完全一樣 只有差在這裡 這樣能不能支持 好 那就 依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好 來 謝謝 75 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實在沒有提案 他沒有提案 沒有提案 沒有提案就沒有問題了 對 然後下一條 121 121 來 121 121 76條 三個版本都一樣 一樣 那就 我們就通過了 123 79條 也都一樣了 這個都沒有什麼 異同 這個也通過了 125 88條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也大概都一樣 大家修改的都一樣 因為我這邊沒有特別有 都有做一些修正 而且修正的內容都一樣 我們這個也通過了 一百三十月 一百三十月 八十九條 這個 也都一樣了 這個也都一樣 我們這個也通過了 一百三十五月 多少 八十九之一 八十九之一 這個也都一樣了 這個也通過了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七 九十二條 一百三十七 這個也都一樣了 我們這個也通過了 一百條 一百三十九月 一百條 一百三十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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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哪裡不一樣 一百五條 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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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15條連動 這個有跟十五條連動 所以這個也跟親民黨剛才,這個先保留,因為這個是跟15條連動 這就保留了,再來 142頁,100條之一 142頁,100條之一 這個全部都刪除,這個就全部刪除啦,就通過啦 然後再來 145,100條之一 145 都一樣喔 英雄手是一倍同啦 14...蛤 什麼年度 107年啦 106年107年的問題啦 146月 總黨是107年啦 哪一個黨團不一樣 都不一樣啊 在哪裡 第146 第二項,後面第二項 146月 喔 那應該是107吧 那個要106、107 財政部,你來,表示一下 財政部,你來,表示一下 106 好,那就改106,就照行政版本 好,照行政版本 沒有 一樣,那我們就通過啦 行政版本通過 來,再來 108 這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就通過啦 154頁 154頁 也都一樣啊 我看這個也都一樣 有沒有一樣 親民黨黨團是 來 那個財政部說明一下 親民黨黨團的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跟15條有 一樣啦 也是15條的連動啦 好,那這個就保留 這個是保留 這個是110條保留 來,再來 159月11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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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行政版本是 沒有刪除 沒有刪除 但親民黨跟國民黨黨團是刪除 這個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要不要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有以前的案子啦 你假如刪除掉就沒辦法適用了啦 所以應該要保留一下 怎麼樣 還有多少案子啊 這種案子還有多少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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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就 通過行政院版本啦 機器違規繼續處罰 就通過啦 164之2 164之2 114 114條之2 這個14也是一樣的啦 我們就通過行政院版本啦 好 通過行政院版本 來再來 一樣都是一樣的 163月 163月 14-3 來,164 114條之3 這個財政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也是一樣 116人之前也是一樣 金融有啦 金融有 啊這個是不是照行政院版本 好,ok 照行政院版本 通過 16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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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 這個全部都一樣啦 這個也就通過啦 行政院版本通過 來再來 173 173 這個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那這個應該照行政要公佈日實施啦 齁 民眾希望可以啦 齁 其實這一條 126條 很重要 其實他已經明文 其實包括行政院版本 他已經明文說 這 通過之後 齁 其實就是從今年1月1日開始 對 107年1月1日開始 對 其實啊 簡單講 沒那麼急 明年報稅 其實本來啊 按照程序啊 今年年底通過 就可以了 其實不要那麼急 慢慢來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可以 可以讚成行政院版本 好那我們就 以行政院版本 齁 通過行政院版本 以既然說 我添情行政院我就聽到 在同事說 齁 齁齁齁齁齁齁 就通過啦齁 好那整理一下 有些意可想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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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放棄了 你先放棄了 蛤 你先放棄了 來 現在先放棄一下 先放棄一下 對 我知道我現在的意思 五十五十七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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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條而已 四條 好來 我來講 我來 我來跟各黨團報告 我們 我們 通過的部分 有 有 第三條之一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之三 第二十四條 第五節 第六十六條之一 之八啦 還有七十三條之二 七十五條 七十六條 七十九條 八十八條 八十九條 八十九條之一 九十二條 一百條之一 一零二條之一 還有一零六條 一零八條 一一四條之一 一一四條之二 一一四條之三 一一四條之四 還有一百二十六條 那通過的 保留的部分 有第五條 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 第四十二條 第六十六條之九 第七十一條 第一百條 第一百 一十條 其中應該是只有五條 那三條是 跟十五條連帶的 所以我們保留八條 那我們能不能 休息十分鐘 我們請 財委會 將這八條 整理 一個版本 這樣就單純啦 喔 不然太複雜了 喔 翻 沒有啦 你就 把這個拆開 把這個拆開 好 讓我們休息十分鐘喔 好 不會啦 這八條很簡單 這都 好 大家上個廁所喔 我們這八條 沒有啦 休息十分鐘 我們這八條要討論啦 這三點半而已 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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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家拿來這裡好嗎 不是說發射客喔 好啦 沒有射客啊 好 那我一樣 為什麼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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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不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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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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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